因为两侧水沟未做加盖 吉山路一段1958项路口处 现前就发生过民众跌落水沟的旱事 所以地方上多位里长 特别来向先远聊好陈情 随后透过游艺员争取下 有关单位近期也正在进行水沟加盖工程 这个路端在社寮国中 斜队边在山明宫的前面 吉山路一段的段位 车辆流速很快又很多 我们中央里面 曾经有一个阿姨在这个地方跌倒 伸缩重伤 经我向游号议员来反应 感谢议员非常迅速 向公路局来申请 以后经过这里的乡亲 能够更安全更实施 游艺员日前也专程前往关心水沟加盖工程执行情况 当下感谢里长们的用心 反应地方交通问题 让他能够出一份力协助改善 其实警团里长 包括丙村里长 还有我们在地的吴造修里长 其实也都有关心到这条水沟的这个安全 所以那时候大家提到这个城庆的时候 我们也是报请县府交通科再到公务总局这边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完成这样子道路旁边的一个水沟告的一个失射 也能够让这边的里民以后不用再行经这条道路的时候去提心吊胆 游艺员也期待在水沟加盖工程完工后 能够打造出一个安全的道路环境 让民众行经此处更为安心 因为社寮市里其实大家都是一体的 那其实里民常在这里的交通的进出 其实都会毕竟会都入京 那所以说这样子对于这个水沟盖的一个铺设 也让这边的民众在 不管是骑机车 包括骑脚踏车都能够比较安全 那所以今天的话 就是上次会开完到 现在来讲在进行中 算是有一个段落 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在地无照修里长 还有社寮里的徐炳村里长 还有我们中央里的 就是庄景川里长 派大家一同在协助关心 派到这个水沟盖 大家必经道路的一个完成 议长何胜峰肯定有议员的用心 协助地方改善问题 让民众往后在此路段通勤时 安全性大大提升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